平川说电竞 电天两毛说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双方各种拼操作 由亡灵对抗兽族 希望大家喜欢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是CH 隐秘之秋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的是蓝色的亡灵选手Infei 准确的说Infei是一名四族选手 四个种族都打得不错 这一局的话他选择的是随机 随机到了亡灵 看一下他的对手 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兽族选手 看这个I列叫LUDIQUE 其实他就是每周的第一人叫Hitman Hitman这一名选手前几天看他的比赛 操作真的是好厉害 基本上和Focus不相上下了 当然战术方面有待优化 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 双方在天地上的一场硬碰硬的遭遇战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兽族这边首发的话是先知 目前比较流行的打法都是先知打亡灵 因为亡灵很大概率都是小强之类的首发 看一下Infei这一局 果然Infei还是选择一个小强首发 看这个建造迅速的话 很可能就是小强蜘蛛流 小强蜘蛛流后期打的会比较的暴力一点 看一下 先知第一时间走出祭坛 两头小狼招出来 是吧 侦查一下 看看对方 一般的话 每周那边就是欧洲那边的亡灵 一上来都是去开矿 所以先知一般不会先链击 而是往往亡灵家里看一看 如果对方链击 如果对方开矿的话 那就各种开始去骚扰 好 我们看一下Infei这一局 一上来好像走的还是炼极路线 而不是速矿 毕竟是蜘蛛小强流 不是小狗 小狗的话前级可能可以多造几个 好 一上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商店 造的有点晚 没有及时出来 不过没关系 对小强来说 可以招小甲虫 小甲虫照样招换物招出来 好 前期 双方开始拼小细节方面的操作 兽足方面的话 主要是先知的狼 及时拉走 好 后续的话 兽足这边开始转这个牙签仔 就是猎头者 比较喜欢叫它牙签仔 牙签仔这个战术 我看还是Grabby最早用 Grabby的话在欧服 在欧服的话 它大部分时间直播 直播会用这个战术打的确实非常的不错 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战术比较搞笑 但是后来完善一下之后 打的还真不错 好 看一下这一局 小强第一个装备 打了一个加三的攻击之 加三的戒指 差一点说成攻击之爪了 好 看一下这一局 兽足 得力不劳人 一直在这里各种骚扰 反正不让你练机 是吧 反正兽足方面来说 科技比较的快 前期只要把你的英雄等级压制住就OK 因为兽足这一套体系 主要还是靠二英雄牛头人 只要小强等级不起来 自己的牛头等级能起来 后续打的就非常的舒服 好 这边双方啊 都是小规模的一些战斗 也占点小便宜 打完这波的话 先知也捞到了36点经验 小强 另外一波怪啊 打了88点经验 双方这个经验都不多 好 看一下兽足的科技 兽足 二本的话即将生好 亡灵和二本的话刚生了三分之一啊 所以说亡灵这个科技 稍微稍微的落后了那么一点点 看一下家里的话 目前亡灵即将有四个蜘蛛啊 有四个蜘蛛的话 那这边五个牙签仔 好像有点扛不住了吧 哎 这边提前走位提前走位 看看这个蜘蛛会不会被杀掉 果然啊 这个Hitman操作非常的细 提前卡位然后把蜘蛛给干掉 本来说蜘蛛数量可以了 哎呀没想到 哦又来一个围杀 这一波操作很秀啊 英费表示哎头有点大 是吧 我本来是一个玩战术的了啊 你居然跟我拼操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牙签仔 能不能被蜘蛛树给飘死 哦呦 极限又拉走了 那接下来再杀一个 能不能杀到一个 我先知提前到二级 这一波这一波前级拼操作 你敢信 英费啊 戏哥竟然拼输了 所以说啊 Hitman这个操作好 真的不是吹的啊 操作确实非常的不错 这一波英费这个小强蜘蛛流 打得非常的不适啊 被别人啊 按在家门口锤 出不了家门 这个等级 英雄等级还落后的地方 那这一波一上来 直接被插一顿插一顿往里面拉扯一下 好 终于二本升好 二本升好 二英雄一出来 哇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局面应该可以变化 二英雄一出来 好 先知目前啊 继续带着牙签仔 一直带着装一些小小的战损 看一下啊 二本一好的话 兽足直接升三本 哇 这个科技有点快啊 兽足啊 极限升三本 一方面是为了这个牙签仔 到时候可以升一个 什么 狂暴者形态啊 到时候他的输出 和这个生命值 又是一个档次了 而且到时候可以 迷你基地开矿 所以说兽足升三本啊 好处多多 王林这边也开始升三本啊 发一个DK 那DK一出来的话 那应该不会再 被对方压在家里打了 这将近打了七分钟 王林一直在家门口啊 出不了家门 打得非常的难受 打游戏 打魔术这个游戏 真的是 战术 就是建立在你这个操作 还可以的基础上 如果说对方操作非常好 那战术发挥的空间 就不是特别的大 是吧 一上来 别人把你按在家里 你再多战术 也用不出来 好 看一下这一局的话 目前蜘蛛的数量 还是有点不够 小强的话 英雄等级起不来 小强要是有二级啊 戳一下啊 这个地板 那这边牙签仔就有点危险了 所以说现在 想尽一切办法 先把这个小强练到二级 哎 这一步又提前卡位 想去杀这个小强 好 家里这个加血车要出来 加血车一出来 那这个被压的情形 应该要改变了吧 好 这边兽足老牛走出祭坛 老牛走出祭坛呢 后续的话 应该双线练下老牛的等级啊 一直压在对方家里 是吧 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毕竟后续亡灵挂一波 暴出那么多人口来 牛头等级太低也不好打 好 这边牛头继续过来 站转一点战损嘛 现在加血车出来 好 再杀一两只狼 一发C 再把小强给救回来 看这一波能不能把小强伸到二级啊 小强的话差二十二点经验 最主要还是杀对方的狼 好 这边 哇 这边三本升好了 大牙千载形态已经升好啊 变成狂战士 这受阻科技确实非常的快啊 后续开始补科多 科多的话啊 出一个战股光环 又可以提高这个部队的输出 双方进行打了将近九分钟啊 一直在王林家里门口打啊 英费估计啊 这辈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憋屈的时候啊 这在家门口打出不了门 好 老牛一个踩 踩运的话继续收购这些蜘蛛 先知 先知 先知被这个基地啊 减速了一下 稍微稍微有点小危险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哎 这边牛头状态不太好 那这一波兽子应该找机会撤了吧 这打得也太凶了 又撞了一个战层 又一个蜘蛛被干掉 我们看一下这边一发思想能不能收割掉这个牙签仔 牙签仔一倒 那这边 小强可以升到啊 小强升到啊 各种戳地板就好打了 好 这边狂暴狂暴狂暴狂战士啊 攻击直接加六 这一波好 这一波兽子直接啊 从一本开始压 压到对方的三本 终于亡灵可以出门了 这边 乌妖乌妖看看有没有带球哈 乌妖一带球出来的话 亡灵这部队的输出就可以了 现在兽子啊 应该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找机会 给自己的老牛单独吃一波精英啊 练到三级 三级老牛 二级踩地板 到时候杀对方的蜘蛛 杀的就比较的舒服了 好 这边 因为开始转胖子啊 确实对方这个牙签仔数量有点多 要出一些 哎 这个皮骚肉厚的单位 这个时候啊 这个赠物是吧 这个胖子就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 双方再一次 哎 又要纠缠一下吗 好 中间的商店勾一下 这 Hitman这一名选手啊 真的就是各种拼操作呀 真的是另能发觉是吧 不给别人一点闯息的机会 从头打到尾 好 这一波一发挪碗牛头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现在的话 现在小强 小强的话筋 母法值还是蛮多的啊 虽说血量不多 好 一发C 再带凑一个狼旗 那这一波再耗下去的话 瘦足真的赚吗 目前瘦足老牛这个状态不太好 哎 看看这一波能不能杀一下小强 小强一发戳赶紧顶起无敌啊 这对方一个踩一个晕 然后到时候 急火一下小强真的是有点危险 好 牛头往前走 小强赶紧往后撤一波 哎 这一发插啊 没有插到这个老牛 不过后面这个部队插的素养有点多 好 这一波 这一波瘦足有点亏啊 这一波 胖子吃掉也给我吐出来 好 现在瘦足开始知道 要吐对方的后排 王林啊 这个补给能力太强 先把对方的佳瘦吃个处理一下 哎呦 这 这两个牙签仔 两个牙签仔啊 直接被收割了 好 双方这一波牵战 牵制的话 各种牵制 还是 英肥的王林啊 占了一点小便宜 收阻赶紧去温泉泡一泡 哎 这边要打吗 这边 对方 对方的话 顶着这个 泉水给你打 还是比较舒服 看能不能把怪先打醒一下 好 巫妖干了一下坏事啊 把这个5G胖子打醒 啊 这边 兽足没办法 赶紧交TP 位置不太好 好 兽足一交TP 王林这一波 可以稍微的 哎 接盘一下 好 蜘蛛神考了网 先把红龙给解决一下 这边 小强 幻象小强啊 过去睁一下一下 看一下对方去哪里练 哎 这边打了一个 葵靴靴 也许啊 敏捷加6 王林很不容易啊 终于有机会可以安心的练集了啊 这打了将近12分钟 终于可以安心练集了 对于王林这个部队来说 小强的英雄等级确实非常的重要 好 练完这一波 小强终于升到了三级 身上有一个回程 还是蛮保险的 受阻这边啊 趁势把中间这个大点给练掉 好 看一下7级黑胖子 能够出一个什么装备 哇 勇气勋章 勇气勋章啊 直接 英雄的力量和智力 各加4 这一边 练完这一波 老牛老牛升到二级半啊 等级还是差一点 顺势 顺势这边王林啊 开始练一下对方的这个分框 好 现在小强啊 把这个回程给了DK小细节啊 以后续团战的话 小强各种啊 往前吐吐吐吐吐吐 到时候DK在后面喊加油 然后塞一下自己的小强 好 看一下啊 兽族这边中间这个点练完 再练一下泉水 这兽族练的 练的这个 练怪的啊 这个节奏啊 非常非常的不错 练完这波 老牛直接升到了三级 老牛三级 这边还打了一个强激光环 强激光环又加输出 这 这边牙签仔啊 直接加9的输出了 一个战鼓光环 加一个强激光环 双光环组合 好 换一下 过去看一下 发现 对方开始 开始回旧 先把对方的商店给解决 然后地洞再拆一拆 不过对方啊 升好的城防 地洞不是这么好拆 拆一个 也花了好多时间 现在兽足是有狼旗 狼旗往一个后续部队 输出一下 好 这边界面直接NC 狼旗狼旗 哎呦 狼旗还是飘死了 DK DK升到三级 DK走位要小心啊 千万不能往前冲 好 五一也升到了三级 目前的话 亡灵 亡灵三英雄等级 还是非常不错啊 双三 兽足是 亡灵是三个三级啊 兽足是双三 老牛 老牛三级之后 这个老牛 有点有点厉害 回头踩一脚 看踩的位置怎么样 哎 这边科多 没有吞到胖子 有点可惜 好 一个踩 科多过来吞胖子 哎 哎 吞到了 但是对方一发弄了 贴个加速 赶紧撤 哎呦 跑不了啊 科多 可惜可惜 哦 这边小强 好吧 你杀对方一个科多 对方杀你一个小强 三级小强倒下 那这一波 这一波亡灵 非常非常的亏啊 好 打完这波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话 到时候 什么时候开胯 是个关键 这个双方真的是 击价15分钟啊 练机 估计是练了 三分钟左右啊 接下来处理的时间啊 所有的数据 都是双方各种 各种正面高 好 打完这波 哎 刚好商店还没有练完 直接练一下 小强啊 到时候找紧聚会 还得去买一个无敌 好 受阻在这个地方 补了一个商店 看一下 练完这波的话 老牛 老牛的话 还差100点经验啊 98点经验 到这个四级 先知提前到四 先知买一个迷你基地 要开分矿了 那接下来 难题 留到了亡灵这边 亡灵这边的话 也要开分矿 但是众所周知啊 亡灵开矿有点难 好 老牛 双信 练完这波地精实验室 也是升到了四级 身上还有一个大无敌 牛大无敌的话 那一开头啊 可以直接往前冲啊 去踩对方 哎 这边打了一个闪避护服 闪避护服 给小强吗 还是给DK 好 还是给了小强 现在 亡灵这边啊 出了四个胖子 生好了瘟疫 也开始开自己的分矿 但是 根据瘦组这个链级录像 好像即将抵达你的分矿 两个小甲虫 被发现了 哎呦 这边刚好放下矿 瘦组感觉就要冲过来 先知的话 要买个回城吧 对 买个回城啊 不能够太奔放 万一团战没打赢呢 好 这边 小甲虫 也看到亡灵开了分矿 也看到瘦组开了分矿 这边 一冲过来 直接把分矿给退掉 哦 瘦组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紧实啊 看到对方这个阵型还不错 反正把对方的分矿给打退了 提前交一个TP 这边再买个粉 前期的话 这边小甲虫 确实有点烦 生了钻地 是吧 可以各种过来骚扰杀农民 那第一次开分矿 宣告失败 王林接下来还要开吗 这边 王林的人口 已经66了 哇 这个胖子数量有点多 12345 五个胖子 生好了瘟疫 非常的硬啊 这一边 老牛继续练一波 练完这一波的话 练到了4级多一点 差4级半 还差一点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王林也去练一下 自己的地坚实验室 关键还是看这个6级的石头人 能掉一个什么好装备出来 马拉尔行员 这个先知叫纳兹 纳兹格雷尔 名字还是非常非常西方化的 甲虫继续扫尔一下 对方的农民 关键时刻 钻钻这个 钻钻这个洞 钻进去 非常的舒服 还可以回血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 又过来看一下 哇 这波真的是 意识非常不错 分框刚放下不久 这一边又过来 因为连退两次分框 倒是兽组这边的分框开起来 这边要交TP吗 哇 这拆的速度有点快啊 不舍得 刚才没有买TP 哎呦没买TP 那这一波有点亏 感觉再回来的话 这个分框要拆掉了 还要交TP吗 不交了来不及了 那这边分框还是被对方给拆掉 好 打了半天 双方又回到了单框打单框的一个境况 看一下英雄等级 亡灵这边的话是433 兽组这边是双4 好 双方这波也开始硬钢了吗 哎 这边去后面想去抓对方的屁股 对方不给你玩啊 直接冲向你的主框 开始拆这个兵营 兵营一拆的话 后续牙迁仔就续不上了呀 兽组这边要开始进攻了 好 看看 现在亡灵72人口啊 兽组57人口 兽组人口稍微有点低啊 主要是牙迁仔站的人口有点少 这边亡灵的话胖子数量有点多 看一下磕多 哎 磕多啊 有一个磕多 兵了一个胖子 这边老牛 老牛找个机会踩一脚 老牛现在再找一个好机会 往前冲 一个踩 哦 这一脚踩得不错啊 直接把三个胖子加一个英雄给踩用了 好 乌鸟一发挪瓦往上打过去 小强一个戳 老牛后续一个踩啊 双方 双方的英雄都各种师技呢 各种秀 看一下这一波 哇 阵型的话 兽组这一波阵型太好了呀 直接在上坡打下坡 下坡打上坡 更有miss的 好 这一波打完的话 王林有点撑不住了 赶紧交TP啊 这皮操肉厚的胖子都扛不住 所以说打这个操作 打操作的话 给Hitman打还是要小心一点 最主要还是跟他玩套了 好 这一波打完 直接兽组还是打赢了 双方哎 这先知快五级了 老牛也快五级了 这老牛升到五的话 这个踩地本踩的 王林真的是有点难受 好 这一波看一下 这个攻防胖子的话 升了一攻一防 DK无敌 乌鸦无敌 小强身上没有无敌 牛大无敌 先知的话 这一波没有买回城 那这一波 王林第三次开分框 那兽组又开始来进攻了 五个胖子啊 摆好位置 看一下科多 这边三个科多呀 这科多什么 贴个加速上去 哇 没人一口 一人一口 然后再贴个加速跑 这搭起来好像很舒服 好 先知还是比较稳的 诶 去买个裙补 好 这边狼旗 先往一下 老牛老牛 找好位置 科多先上 诶 开始吞了 好 吞了一个 吞了两个 吞了三个 哇 三个胖子全部吞掉 这 这一波王林有点亏啊 三个胖子直接吞掉 另外一个胖子 差点被杀 还有两个胖子啊 直接再被杀了一个 好 现在王林要把科多给干掉 科多不杀 这胖子就白白浪费了 好 杀完一个科多 一个胖子出来 但是后面科多往后拉一下 阵性拉得非常不错 那这一波后面两个科多跟不上了呀 好 现在 五妖也被杀了 五妖也被杀 小强也危险了 好 小强一发C弹了 回来 我们看一下 五个胖子 现在已经仅剩两个胖子了 老牛 五金老牛一个踩 闪定链跟上 又一个胖子倒下 好 小强一个戳 戳一下 对方这个裙部可以吃一下 老牛又一发财 那这一波 亡灵 亡灵 亡灵感觉冰要 基本上要死光了 靠两个英雄 好 现在我靠着温泉给你打 那这一波还要打吗 靠着温泉 现在 亡灵 真的是杀疯了心 一定要把对方的科多杀掉 是吧 对方科多嘴里还有我两个胖子呢 好 终于把科多 哇 这科多杀完刚好消化完了 哇 这运气真的是有点差呀 本以为可以把自己的一个胖子救出来 结果呢 刚杀完对方 这科多已经把胖子给消化完了 那现在两个英雄打对方 哇 双英雄加上这么多的牙签仔 打得赢吗 好 终于终于终于 哎 这个科多 这个科多还是要倒下 胖子倒下 但是胖子倒下 消耗的血量也差不多 还是被对方给击杀这个胖子 那这一波 这一波要围住了 老牛一个踩 看一下 这一个双围杀 两个英雄 两个英雄能出来吗 好 DK DK 顶起无敌 那现在是一个四级小强 四级小强被围住了 那四级小强有点硬啊 四级小强 现在装备不错 升到五级 那升到五级没办法呀 一拳难敌 重手 还是被对方杀了 那这一波打完 因为感觉要没了呀 就一个 刚才一大波兵 现在只剩一个英雄 加一个加血车 分框 分框也赶紧卖掉 赶紧撤 好 幸好一种小甲虫 一种小甲虫去骚扰一下 我们看一下 盘点一下 目前受足什么 双六的英雄 还有那么一大波兵 看一下亡灵这边 亡灵这边 我要终于复活了 两英雄四级 加上两个胖子 这感觉很难打了呀 对方双六的英雄 英雄等级 确实高得有点多 好 幸好亡灵现在还有钱啊 能复活一下 自己的五级小强 好 小甲虫放个小狗 过来看一眼 受足没有开分框 看一下受足还有多少钱 好 受足也没钱了 六十块钱六十块钱 亡灵还有十五块 不过这边还可以卖东西 接下来受足找机会 要不要去卖装备 哇 把强机关怀卖掉了 这边老牛也卖了一个不错的装备 现在开矿开矿要开矿 哎呦 有个小狗在这里搞破坏呀 好 牙签仔 牙签仔泡完文权 赶紧过来救一下自己的 救一下自己的小苦工 小苦工赶紧把分框给开下来 好 这一个分框啊 是这个老牛和先知 砸锅卖铁卖出来的钱啊 赶紧开一个分框 只要分框能成功运营起来 这边真的钱还不够吗 我们看一下385够啊 木头应该是差一点点 好 看一下双英雄 现在双英雄过去争强一下 看一下亡灵在干啥 好 分框终于可以开了 哎 但是刚放下对方一个甲虫又过来 哇 这个甲虫好烦啊 这边好像是 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二级的甲虫吧 升个三级的戳地板 二级甲虫 好 三级狼过来 三级狼过来 稍微的侦查一下对方 哎呦 小强出来了 那这一波亡灵的话 卖东西还是卖了有点钱的 这一波亡灵人口有点多呀 看一下 两个胖子啊 三英雄 几个夹雪车冲过来了 这边受阻双英雄 双六的英雄 按道理只要先知不死啊 一切就没问题 因为老牛六级随便你杀 杀完之后满雪满蓝复活 好 先知有点皮 过去挑逗一下对方 然后自己的三级狼招出来 老牛位置看看踩 哎呦 对方小强先戳了起来 好 一发踩 但是啊 没有踩到小强 小强开启各种输出 先知 先知一个闪电链 哎 先知小心啊 先知小心 对方就杀你先知 哦 一发C 那接下来没了呀 没有回程 这 先知 胖威英雄 胖威英雄 哎呦 出不来了 没有回程 没有保命道具 那这一波的话先知要倒下 一发C 倒下 DK 升到了五级 那老牛一个人 打对方的三个英雄 好像也不太可能啊 看一下 分框还在造 但是对方应该不会给你机会 把分框给造出来 这一波看看 兽足怎么选 虽然一个老牛老牛市场啊 但是你复活只有一条命啊 好 黑特们 受阻选择退抽游戏啊 不打了 我们恭喜英飞啊 这一局啊 中间泉水一波啊 几乎死死得干干净净 没想到啊 卖一波家 哎 居然还成功翻盘了 好 喜欢这一局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啊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